由于属性的问题 电刀一直都是射手的专用装备 其他位置的英雄很少有出电刀的 但是自从电刀重做后 不再享受暴击加成 变成单纯的高攻速法球装备 就有很多战士英雄 也可以考虑出电刀的 电刀现在的技术武将 只能增加分速移速 没有暴击 生命 攻击等属性加成 非同技能电弧 使普攻额外附带法术伤害 每三次普攻还能释放闪电链 按照这个属性来看就明白了 只适合那些跑得快 还需要经常普攻输出的英雄 那么首当其冲就是安心 安心的输出方式就是利用被动 使每次普攻都能打出两个特效 带上攻速法球特效装备 效果非常的棒 自身的一技能还能瞬间加速 搭配电刀正好可以把双速都提上来 偷塔也更方便 还有一位跟安心玩法很像的英雄 那就是老夫子 老夫子也是依赖普攻输出的英雄 偷塔能力引力一流 但是老夫子没有安心的清兵能力 相反单挑强度倒是更胜一头 不过电刀的电弧伤害 就能解决没有清兵能力的问题 老夫子本身就能打出真实伤害 主攻是物理伤害 电刀是魔法伤害 所有伤害类型全都积极了 让对面防不成功 对面还能想到哪些 非射手英雄 可以逐渐捞着呢 电刀是魔法伤害的 整天掌断用 continua Muitoаст 受止With корид同时 双方 扫着